魚子鄉早期陶業發達 為了推廣在地傳統產業 先府文化局日前於南駝縣陶藝學會 先議員王秋署服務處 共同辦理親子樂陶陶的活動 那非常感謝我們文化局 就是特別把這個資源 也給帶來給我們魚子鄉的這些民眾 然後來辦一個親子的一個體驗營 讓親子的這個感情 藉由這個共同的創作 然後讓家庭的這個和樂興奮更加的融洽 那也謝謝我們議員呢 也特別幫我們爭取這個資源 來到我們魚子鄉辦理 然後也提升我們這個魚子鄉 這個人文啊 藝文 這個美學的這個 這個美感的提升 局長也指出南投縣產茶無名 期盼未能夠將陶藝以及茶產液結合 大家都知道我們南投產茶 在全國佔百分之六十幾 那麼我們在喝茶的時候呢 經常要用到很多的器皿 那如果這些器皿 我們能夠把它集中起來 讓這些藝術家 陶藝家們他們來創作 我想一方面可以為南投的陶藝 開創更光明的大道 那一方面也能夠讓這些陶藝工作者 他們有更多的出入 所以我們今天特別在魚子國小 來舉辦這樣一個活動 先以為王舅鼠肯定主辦單位的用心 也希望只有這樣的方式 能夠促進親子間的情感 很感謝我們文化局 來總是來結合我們在地的陶藝 讓我們的魚子鄉的陶藝協會 來舉辦我們的 親子陶藝樂陶藤 來魚子國小這裡來親子DIY 因為一般我們的家長都比較忙碌 沒有辦法來陪親子 剛好藉由這一次的活動 能夠家長來陪親子 來共同來完成來捏陶 以及結合水跟泥土 能夠來完成一個作品 真的非常的有意義 不論是做盤子或是做杯子 都難不倒小朋友們 也做得有模有樣 王秋淑藝人感謝文化局的用心 也希望只有這樣的方式 能夠推廣在地陶藝文化 記者邱平易於此採訪報導